在未来的某一天 外星飞船降临地球 他们为了掠夺人类资源肆意杀戮 导致世界各地生灵涂炭 然而人类并没有放弃 哪怕用石头也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这种反抗的精神立刻鼓舞了士气 然而悬殊的差距根本无法改变战局 大量的士兵在攻击中化作粉末 此刻队长绝望地看向战场 下一秒也在轰炸中生死未知 当队长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在监狱中 剧烈的疼痛突然从头部传来 此时的他完全失去了记忆 甚至对一旁的电流产生了好奇 下一秒整个房间瞬间短路 结果自己却毫发无伤 可他对此并未多想 只想尽快地逃离出去 慌乱中找到一根钉子 沿着砖缝奋力地挖掘 不久之后果然看到了光亮 兴奋地叹起身子朝外看去 结果外面的世界令他当场陷入绝望 不明所以的他只能拼命呼喊 这时隔壁却传来女人的声音 提醒他外面到处都是外星机械 男人说男人不要呼喊 因为末世中的人类或许比机器人更加可怕 可男人根本不顾劝说 依然朝着窗外奋力求救 结果片刻之间引来了一群土匪 残暴的手段让男人立刻闭上了嘴 这时为首的光头盯上了丽雅 同时让手下教训一下多嘴的男人 然而就在开门的瞬间 男人直接扑了上去 失去记忆的他凭借本能与土匪缠斗在一起 受伤的土匪直接抡起电击枪 结果电流过后男人却毫发无伤 正当他对此感到好奇时 浓烟弥漫的废墟中传来机械碰撞的声响 吓得男人赶紧躲进车中 通过后视镜这才看清外星人的嘴脸 好在机器人势力不佳 探查无果后便离开了这里 然而此刻的丽雅同样身陷困境 危机时刻抓起板砖呼了上去 接着夺过短枪疯狂扫射 这一幕刚好被赶回的男人撞见 暗自称赞他为女中豪杰 这时丽雅发现他衣服上的字母 便为他起名玻璃 结果在半路却遇到另一伙土匪 漠视之下他们不求钱财 只涂二人车上的食物 可当他们看到玻璃手臂上的图案时 瞬间变得警觉起来 而玻璃趁机夺下对方的短枪 一阵扫射过后 剩余的人慌忙放下武器 这时玻璃质问对方图案的含义 首领只好解释那是雷达基地的标志 很多人怀疑外星人是受到卫星讯号召唤而来 所以对这种符号的士兵充满敌意 眼下玻璃对自己的身份更加好奇 于是便不再为难二人 即刻与丽娅驾车前往基地 相信那里可以找回自己的记忆 结果经过一处村庄却遭到电网的阻拦 正当二人寻求办法时 外星机甲从身后再次出现 危机时刻丽娅只好驾车强行通过 一路横冲直撞成功躲过了追击 可车子还是短路无法继续启动 无奈二人只好下车躲避 这时远处却传来凄惨的叫声 外星机甲抓捕逃亡的人类 眼看四下无处躲避 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挺身而出 结果直接被秒成了粉末 眼看剩下的女孩危在旦夕 危机时刻玻璃抢先扣动了扳机 成功吸引了外星人的注意 然而此时的他们也自身难保 眼看外星人越来越近 结果却突然调转身体离开了 虽然有些莫名其妙 但庆幸他们还是活了下来 为了能够到达雷达站 二人只好继续赶路 这是前方传来广播的声音 好奇的他们以为这里有幸存的人 结果迎来的却是人类的陷阱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玻璃二人只好举手投降 莫名其妙地被带向废弃工厂 接着用铁链将二人锁在空底 剩余的人却跑进废墟中躲避 看着急迟而来的摩托车 这时玻璃才大赶不妙 明显猎人是把他们当作诱饵 以此来抓捕外星人 此时被引来的机甲果然出现 无处藏身的二人只好被靠汽车躲避 只见外星机甲摇头晃倒四处搜寻 然而当它扫向玻璃时却未发起攻击 这让一旁的莉亚疑惑不已 这时猎人按下了引爆器 下一秒所有的攻击朝着外星人倾泻而去 然而即便是重火力也无法破坏他们的防御 反观外星人的攻击却是人类无法承受的 这时猎人拖来大型发电机 随着抛出的铁链 产生的高压瞬间充满机甲全身 外星人随机短路失去了战斗力 结果机甲的支援及时赶到 一发直接让电机失去了作用 下一刻失去依赖的猎人犹如戴仔羔羊 眼看周围出现越来越多的外星人 猎人的攻击也变得毫无意义 想到这里玻璃不顾手腕的疼痛 奋力地挣脱了束缚 拉着莉亚趁乱躲进一旁的废墟中 然而此刻外星人的攻击并未停止 一路追着摩托车离开了工厂 玻璃二人也因此躲过一劫 为了能够尽快到达基地 二人只好继续赶路 结果路过一座大桥时 下方的反光立刻引起玻璃的警觉 原来她是名占地记者 一路记录着外星人的入侵过程 因此也身负重伤 从外星飞船降临地球 再到童子军奋起抵抗 只希望玻璃将这些照片攻之于众 以此唤起人类的反抗意识 如今自己伤势过重 希望二人能够帮她结束痛苦 虽然莉亚心有不愿 但这么做或许是留给她最后的体面 接着二人依据照片的指引 继续寻找基地的方向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二人的耐性逐渐消磨殆尽 以此方法找到基地不知猴年马月 好在玻璃找到一辆可以发动的汽车 这让颓废的二人瞬间燃起了希望 结果在途中 电台突然遭到未知信号干扰 警惕的二人赶紧下车查看 然而这里除了一些外星人的残骸 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这时玻璃疑惑地朝着远处看去 发现危险正朝着他们快速靠近 男人疑惑地朝着远处看去 只见那里沙尘弥漫 似乎什么东西正在快速靠近 吓得二人赶紧逃离 结果刚将车子启动 下一秒大量的外星机甲朝勇般追了过来 面对如此恐怖的危机 男人只能拼命加锁 可涌向这里的机甲却越来越多 这时前方出现一座木屋 此时玻璃不管它能否承受攻击 一脚由门便冲了过去 眼看机甲越来越近 二人赶紧汽车躲避 可颤颤巍巍的木屋明显无法承受冲击 好在玻璃及时发现一间地下室 在冲击到达之前 二人成功躲了进去 然而面对朝勇般的机甲 脆弱的房屋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 此时玻璃赶紧将丽娅搂在怀中 一同等待命运的安排 经过漫长的等待机甲大军随之远去 震动的木屋也开始恢复平静 结果下一秒屋顶突然被吸入空中 原来是一艘外星母舰刚好经过 此时相拥的二人被拉向半空 然而随着玻璃的瞳孔变成金色 飞船却失去吸力将它抛回地面 当玻璃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右腿已然无法行走 经过简单的包扎 步履蹒跚地它成功找到了雷达基地 结果发现这里早已沦为废墟 此刻硝烟弥漫的战场 写进了人类的悲凉 这时玻璃突然发现自己未干的标语 顺着方向看去 那里似乎还有人类继续战斗 随着几声枪响 感到欣慰时 一只机械蜘蛛突然破墙而出 静止爬向面前的玻璃 钻石般的眼睛不断扫描它的身体 结果扫描过后 它们居然离开了 可玻璃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带到它恢复清醒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避难所 此时施救的人对它非常好奇 为什么外星生物几次三番地放过它 可玻璃对此也无法解释 抵抗者只好带它找到工程师 此时的工程师正建造一款脉冲装置 打算用它来击毁外星飞船 可如今令众人困扰的是 脉冲设备需要在飞船的下方 才能发挥出威力 这时玻璃却被墙上的图纸所吸引 下一秒丢失的记忆瞬间涌入心头 原来当初他带领小队阻挡外星人 结果对方过于强大导致队友伤亡惨重 只剩下自己试图孤军奋战 可不久便被外星机甲包围 但他们并没有发动攻击 而是用高压电流将其麻痹 接着为他植入一种神秘芯片 直到现在玻璃才明白 外星人为什么不抓自己 他们是想追踪芯片的定位 找到人类避难所 然后再将人类一举消灭 这时大量的外星机甲涌向城市边缘 看来一切果然被玻璃猜中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玻璃决定由他来启动脉冲装置 很快众人组织运送小队 打算将脉冲设备运往广场 可外星人还是看穿了一切 不断地在半路偷袭 为了不影响运输的速度 受伤的队员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与他们同归于尽 很快玻璃众人来到了广场 发现外星机甲已经抓捕了大量人类 他们犹如带宰的羔羊等待飞船的到来 这时玻璃凭借不受攻击的优势冲向广场 接着将启动的手雷扔向机甲 随着一声巨响机甲音声倒下 被困的平民立刻朝着缺口向四处逃散 其他机甲顿时对平民展开疯狂杀戮 玻璃趁乱赶紧将设备拖向广场 结果面前却迎来攻击 脉冲设备的电池也遭到损毁 这时一个机甲发现了脉冲设备 刚要准备攻击 玻璃见状捡起一块石头便扔向了机甲 成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随后逃亡的平民仿佛受到不误 抄起铁锤棍棒便冲了上去 虽然人类的意志被唤醒 可依然无法扭转战局 眼看上方的飞船开始蠢蠢一动 无可奈何的玻璃早已心如死灰 这时他发现身边漏电的机甲 一旁的工程师也是心领神会 下一秒玻璃与机甲相连 而另一只手同时抓住了脉冲设备 在玻璃痛苦的怒吼中 脉冲装置充满了电能 瞬间产生冲击向四周蔓延 片刻间所有机甲失去了动力 外星母舰也坠向了河岸 冲向天际的火光预示人类的胜利 直到天亮 当玻璃从昏迷中苏醒 发现那些丢失的记忆已经恢复 但他仍然叫自己玻璃 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战争 也许是想留住他与丽亚的回忆